1月11号,长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。 据介绍,当地已启动涉疫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工作, 预计当天能够完成对重点区域1.5万人的采样及检测任务。 目前已完成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 当天,长春市报告4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, 系由黑龙江省隋化市旺奎县输入。 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高玉堂介绍, 该市已对相关小区实施封闭管理, 对病例所在单元的人员全部实施集中隔离。 由蜀地图员区抽掉力量, 助点工作。 那么这两个小区就是人员和车链, 只进不出。 同时成立了若干组, 那么对隔离封闭区域以及周边范围内, 特别是被隔离的这个小区的群众的生活, 那么做好各项服务保障。 设疫情的两个小区共有约1.5万人居住。 高玉堂介绍, 目前已完成病例家庭成员和所在单元居民的核酸检测, 结果均为阴性, 预计当天能够完成对重点区域人员的采样及检测任务。 记者当天来到设疫情小区看到, 疾控等部门已落实管控措施, 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, 部分业主购买了米、肉、蔬菜等生活物资, 做好了居家隔离的准备。 此外, 鉴于4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发热门诊筛查发现, 相关部门也对接触的医护等相关人员进行管控, 对发热门诊进行周末消毒处理。 记者当天在吉林省部分医疗机构采访时看到, 有长春市民自愿挂号进行核酸检测, 以防止疫情扩大蔓延。 当天, 长春市再次建议市民就地过节, 减少人员流动。 市场的选购能量食品, 我们要拒绝购买的食用, 来历不明, 无相关证明的进口冷占食品, 要科学配戴火照, 降级感染风险。